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戏曲史是好像很相近 但未必相近 我们台大虽然一直有戏曲的课 但从没有开过戏曲眼镜时的课 因为在台大这几十年来啊 享受戏曲的社会 而我一直到现在才觉得 我可以有充分的能力可以来开罪目口 因此我们的讲法 未必和一般的一样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戏曲史观 也都有他见过戏曲史的态度方法 态度方法不一样 所做出来的试问就会不一样 所写出来的书也当然不一样 因为我一直觉得戏曲是一种文学和艺术的综合体 而这个综合体 而这个综合体 彼此之间却是形成一个有机体 有机体 那么文学里边所含括的 几乎是所有的中国文学的体内 都可以包含在里面 他的艺术 也可以说是中国所有的表演艺术 都可以含融在里面 所以他的复杂性是非常高的 有人常说中国的戏曲成立得很晚 那是要看什么叫做戏曲 你戏曲的命运是怎么下的 打个比喻说 婴儿是不是人呢 如果你把婴儿不当作人 那么婴儿出现就不是人的成立 如果你把婴儿当作人的出形 那么有婴儿就会有人的一个原始开始 这个道理是这样子 还有我们说它是个综合体 比如说我给各位发今天发的讲义里面 请各位 翻开 DI 我们会配合很多的讲义 如果没有讲义的话 你们跟不上 而且呢 分一年学下来学不到什么东西 但是有了讲义 你自己好好躺下用功 就会说获很多 但是我不会勉强各位 不会来见各位 就看你们要怎么睡 你看这个目录是戏曲聚总眼镜石考树 可见戏曲眼镜石考树 是不是戏曲眼镜石 是不是戏曲眼镜石的一环呢 也就这一环只是在说什么而已啊 只是在剧种 可见戏曲本身剧种只是它的其中之一 那为什么用考树呢 什么叫考树啊 要不要经过学术的处理 所谓全家 全农 这个 嘉庆年间 在我们的考树学最发达的那个时代 在我们的考树学最发达的那个时代 在自学的态度上中 把它写出来 把它写出来 也就是说 你所说的 要不要多有贫有质啊 要不要多有贫有质啊 都要有贫有质啊 都要有贫有质 而且呢 把它说得清楚 所以叫书 你看看 这个只是剧种的考树 你们回去以后 把这个章节纲 翻翻开 看 它是多么样的复杂和风 各位 这个书 始祝由细节研究以来 还没有人写过 我已经把它写出来了 而且呢 在北京的 人民文学和现代文学出版社 联合要出版 到底 印了没有 还没有恢复你 它从今年六月要出 出到现在 还没有演 我希望各位上课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到 这套书 它一共有三大车 每一车大概有四十万车 所以合起来是一百二十万车 因为它是每一个问题 都经过考树 不是是叙述 一般的西渠是叙述的多 那为什么考树呢 西渠具种 故名思义 就是西渠的种类 西渠的品种 那么要研究西渠史 如果对西渠的种类品种 不先弄得清清楚楚 你如何了解它的发展的历史 所以 这样的一个考树 可以说 就是 等于 我们形成一个人 人里面的骨架 先把骨架建构出来 就像我们要带这栋房子 这栋房子的骨架 水泥 柱子 橫阳 骨架 如何隔间 如何分配 后房 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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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厅 建架 都把它设置好 这个 这个一定要非常精准 如果不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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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将来在里边的装潢 将来在里边的民药 骨架 起居使用 都会很糟 所以这是一个 戏曲史的根本的前提 而 从晚清明初以来 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学者 没有一个人愿意下这样的功能 没有一个 所以呢 他们写出来的戏曲史 本身的正确度 当然就不足 叙述 条理 当然 就不精不足 我们拿这个来论述 是打破 时空的制约 因为一个巨种 它不会因为时代的兴亡 它隐蔽着兴亡 它隐蔽着兴亡 这是时间不能之间 它不会因为 你分为蓝点草 而就完全阻隔组 所以空间 也不会完全之间 你一定要打破这个时空 才能真正了解 这个戏曲 它的来龙去末的统续 而不是像现在 圆杂剧 而我们以为杂剧到元代就没了 事实上 圆杂剧这种体制规律 是蔓延到明代 一百二十字 都还相当鲜盛 我们说北曲南曲 其实北曲南曲 因为越过长江 南下北上河 以此怎么样 交汇融 戏曲时 就能打破这种时空的制约 才能真正看出它的统续 那么为什么我说这只是 戏曲边重要的一环呢 因为剧种本身 那像我们人来说 一个人 是不是从这个区域 他的年轻老化 年轻成长 健硕老化 这样的一种成长的立场 就是这个人真正的一生呢 当然不是 那是各种生命瓶的一种成长 你 这个人既然在天地之间 你就有你的生活 就有你的思想 就有你的创作 就有你影响的能力手机 建立出来的生命 这一些 加上你的个人的区域 才是你整个的 这个人生 所以 戏曲时所要讨论的 就不止是怎么样 戏曲巨主的 这个 他的眼镜 他的 原生 成立 发展 以及 这个 衰弱 消致 这个例子 他一定有 这个具种的 戏曲艺术 这个具种的戏曲文学 这个具种所拥有的戏曲理论 在指导文学思想的戏曲理论 也就这三种 也就这三种 就是我们所说的怎么样 现在所说的软体 而具种本身就是硬体 所以具种本身就是 戏曲文学 艺术 理论 的载体 所以 真正戏曲实物 应当要加上三方面 戏曲文学 演进史 戏曲艺术 演进史 戏曲理论 演进史 这四则 这三则 这四则 以戏曲统为载体 融入在戏曲统之中 它整体的一种眼镜的趋势 所以我们的戏曲 演进史 之所以和别人不一样 是在这里 而它的最根本是什么 剧种 戏曲 是戏曲统的 演进史 可是戏曲统 演进史 没有经过一种科学的 去研究 考证的话 常常弄不清楚 所以 现在戏曲统 里面存在的 许许多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别圆杂局 大家都说圆杂局 原来说是不对的 原来说别取杂局 别取杂局 那别取杂局 怎么原生的 什么时候才成立的 什么时候才真兴盛呢 心圣大家知道 如何延伸 如何成立 到现在没有人知道 如果要说 谁知道 我们这个书才知道 因为只有我们考察 也因此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工夫 在我 已经退休的年税里面 我才把它寻出来 才 直到今年 书要出来 才给各位开这一门课 你们也许 会觉得很奇怪 不是 一边教 一边学 一边学吗 但是 我 是另外一种处理法 把戏曲的 剧种的延伸的各阶段 把它分析出来 戏曲文学的内涵 细其 细其理论 音具备的内涵 然后 一个一个给它研究 到了有一天 汇聚而成 就是 一个整体的概念 所以 所以这几年 我在 中文研究院 文车所 中文研究 出了一个 戏曲艺术 戏曲艺术的内涵 与眼界 戏曲艺术的内涵 与眼界 戏曲艺术的内涵 与眼界 理论 观念 种种 也 是大成 其中音乐最忙 独立者 立为实论 比如说 戏曲艺术的资料 应当有哪些资料 这个资料怎么取得 怎么运用 就有资料论 就有资料论 性群的检查 有哪些类型 哪种类型 有什么样的 特色 产生 什么样不同的 文学艺术 甚至于 观众都不一样 所以戏曲的 有大 具成的有大类型 戏曲的 演出 演出 是个什么样的 演出的 情话 程序 戏曲 戏曲 戏曲的角色 没有人说不出来 我们的角色 圣诞 戏曲的 戏曲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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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者之间 有什么关系 角色 角色 是怎么来的 象征的什么意义 等等 戏曲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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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曲 戏曲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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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曲 才能够做精准的戏曲 剧 splend gid 戏獻 戏曲的语言 戏曲 包括哪些语言类型 不同的菊种 有不同的戏剧语言 那么它产生了什么样的文学複色 等等这种共有十多 在商人书中 已经出版了几年了 司法车